所以一開始有兩艘船 他們在這裡 就是十二的地方 那接著呢 他們要奮道揚鑣 一個往北一個往南 一個往北一個往南 那當然怎樣 當然越來越遠 越來越遠 進行越遠 就是兩個人 往同時走向不同方向 總是不教會 不過他們還是會乘直腳 直腳 所以什麼時候乘直腳 這是很無聊的問題 這時候什麼時候乘直腳 我們就看到怎樣 兩小時都乘直腳 這題當然就可以寫兩小時 那所以電腦怎麼知道它乘直腳呢 電腦 電腦坐標化 這角度怎麼算的 我們之前在講的就是說 內積它原本就是藏了cos 但是坐標化內積又很好算 所以我就可以用坐標化的內積去算角度 好 那例如我們先想要算 乘直腳的時候剛好是怎樣 內積等於零 對 內積等於零 那它的坐標是什麼呢 B的坐標叫什麼 B的坐標 B的坐標叫十二三停 為什麼 因為三小時 每小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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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山 洞山 那A的坐標就是什麼呢 十二十二T吧 十二負十二T 喔 因為它往南 對 這樣子就出來了啊 原來這個電腦其實它裡面 它就是說怎樣 十二三T 就是這個項量 另外一個項量就是十二負十二T 好 但是這兩個垂直就是內積為零 內積怎麼做 SS加YY 所以就變成144-36T平等於零 所以T平就等於144除36 就等於4 所以T就等於2 兩小時 喔 對 它竟然把直腳用得這麼簡單 原本直腳用複雜的必式定理 這個平方加這個平方 這個平方 在座標畫裡面 直腳就變得非常簡單 好酷喔 對 就變得這麼簡單 好 所以這個就很簡單 好 那當然我們可以再延伸的問題 一小時之後 一小時之後他們夾幾度呢 好 這延伸問題 一小時之後夾幾度 一小時之後夾幾度怎麼算 一小時就 對 像一小時嘛 加幾度怎麼算 所以一小時之後他就走到哪邊 他就走到那個 嗯 一小時就T給他帶1 然後算出來 對對 例如現在就變成12 12 3 嗯 12-12 可是這 內積是什麼呢 內積是長度長度coscita 對 內積是長度長度coscita 嗯 所以這個內積除以長度長度就等於coscita 哦 就是電腦是這樣算的喔 是先把它內積 那就算它的長度長度 這長度是什麼 好 好 這長度就是 根號的那個 144加9 好 這邊就是根號的144乘144 對 144加14 208 嗯 好 這次這個上面的內積當然就我們可以算 這上面的內積就是 144-36 對 好 所以就是那個 108 好 所以這邊就等於那個 好 這邊我們可以再等於 呃 反正這邊 這邊就是108 嗯 那這裡是 嗯 這裡都可以 Oh My God 這是根號2的12啦 這次可以算就可以算 就coscita也可以算出來 就是我現在想問的時候也可以去算coscita 嗯 那coscita知道cita就可以知道 嗯 哦 所以可以算角度 然後也可以算 內積反而可以幫我們算角度 對 以前要算角度要怎麼算呢 於懸定你 ab 就是這種 這個平方 減掉什麼 就是這個平方加這個平方 減這個平方 除以這個兩個 等coscita 嗯 原本這麼複雜 但是現在的話 內積 內積小就會做的 就會很簡單 嗯 長度也是很簡單 對 所以它會讓整個式子變得比較簡單一點 好 所以 所以你現在做完內積就會覺得 哇 內積它可以怎樣 它可以算角度 嗯 內積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坐標化的內積可以幫助我們算角度 角度 對 這是重要心得 坐標化的內積可以幫我們算角度 對 OK 好 好